20度C10加以兩杯分別乘有200克及300克的飽和溶 硝酸甲溶液 兩杯要吸出等質量的晶體的條件是 那我們知道在飽和溶液的時候 溶液所能溶解溶質的量會是相等的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成正比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爭取相同的重量的水的時候 就會吸出相同的溶質 因為它這裡要吸出等質量的晶體 所以我們要去找能夠蒸去等質量的水的話 就會吸出等質量的晶體 我們來看一下下方的選項 A選項同時降溫至10度C 因為原來乙杯中的溶質量就會比較多 因為它是300克的飽和溶液 所以如果同時降溶液 所以如果同時降至10度C的話 乙杯會吸出較多的溶質 好 再來 B的話 甲杯降至10度C 乙杯降至6度C 那我們發現乙杯降的溫度又更多 所以乙杯就會吸出更多的溶質 所以乙杯吸出的溶質也會大於甲杯 因為小酸甲的話是溫度越高溶解度越大 溫度越低溶解度越小 所以它降得更低溫的話 以300克的飽和溶液它會吸出更多的溶質 好 再來C選項 甲杯增去20克的水 乙杯增去30克的水 那我們剛剛說你要吸出等質量 必須要爭取相同克數的水 才會吸出等質量的晶體 好 那這裡的話是乙杯增去的水比較多 所以乙杯吸出來的也會大於甲杯 好 再來 朱選項 甲杯增去水之後剩下100克的溶液 那也就是他蒸去 蒸發去200-100克等於100克的水 好 那乙杯的話蒸發後剩200克的溶液 所以他乙杯蒸發的水量 會等於300-200 會等於蒸發去100克的水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發現 他蒸去的水的重量是一樣的 所以吸出來的質量 晶體質量會是相等的 好 所以朱選項是對的 再來 E選項 加以兩杯各蒸去20克的水 好 那我們只要蒸去相同克數的水 就會吸出等質量的晶體 所以E選項也是對的 好 所以本題的答案選擇是朱和E 好 我們看一下他給的答案 好 他給的答案是朱和E沒有問題 好 那底下的敘述跟老師剛才說明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同學們可以參考一下他給的答案的敘述 好 好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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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